慢生活快娱乐 她却突然皆有永退嫁了人 从此退出了娱乐圈 近日49岁的李宇柔现身节目 单身行不行分享自己的故事 原来这些年她流产了10次 第一胎患脑衣血去世 第二胎患有罕见病 如今育有一子一女的她 还想通过试管再评一胎照顾病儿 人生就是一个大写的难 话说结婚之后 李宇柔和老公十分的恩爱 但是跟婆婆相处的不太好 未免老公夹在自己与婆婆之间左右为难 李宇柔打算生个娃来缓和婆媳关系 后来李宇柔很快就怀孕了 当胎儿满三个月时 我开始对宝宝有了爱 有了当妈妈的心情 真的很开心 婆婆对她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那时的李宇柔觉得非常幸福 李宇柔以为自己会胜利的生下这个孩子 可就在她怀孕六个月的某一天 突然觉得好像要来月经 当时她马上去看医生 医生只看了一眼就说叫救护车 一问之下 医生说你小孩的头已经看到了 要她把孩子拿掉 因为她的子宫口已经全开 胎儿已经滑出来了 到医院之后 医生也是一样的说法 但是李宇柔不愿意放弃孩子 苦苦的哀求 求求你把她塞回去 我一定可以生她 就这样熬到第二天 只有一个医生感结这个活 当时保胎的唯一办法 就是把子宫口封起来 但未免影响小孩不能打麻药 于是李宇柔就在毫无麻醉的情况下 硬生生的被缝子宫 李宇柔说在缝针的过程中 我拼命抓着床单一直在抖 因为缝线太细而断开 医生又找了粗一点的线重新缝 听起来都觉得痛 而李宇柔的指甲也全都断掉了 她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我不觉得苦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一定能够生你出来 你是我的宝贝 我一定要生你出来 手术完了之后 老公一见到她就跪在地上大哭 奄奄奄奄奄的李宇柔反过来安慰她 没事 弟弟回来了 但当天晚上 李宇柔的羊水就破了 在两夫妻的坚持之下 医生之号每天为她打安胎针 到后来李宇柔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羊水 必须每天都躺在床上 就连吃饭都必须躺着 头痛到眼睛都秃了出来 不幸的是 胎儿还是被感染了 只能通过剖腹产紧急的面出 这个魏族月的宝宝一出生就浑身发紫 马上被送到身切治疗部 身上插满了喉管 儿子出生了第四天 医生告诉李宇柔 这个孩子将来会是智障 眼瞎属于重度残疾 就连她丈夫也跪下来哀求她 老婆我们都很爱她 但我们没有权利决定一个孩子 要怎么过人生 智障而且眼睛看不到 你觉得这孩子想来吗 求求你放他走好不好 尽管如此 李宇柔还是不愿意放弃 对儿子说 妈妈很爱你 妈妈很努力 如果你不愿意走 我还是会照顾你 后来孩子因为脑溢血 离开了人世 伤心欲觉得李宇柔忍痛告别儿子 记得妈妈的声音 你一定要回来找我 真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 养好身体之后 李宇柔继续求自 奇怪的是 她每次怀孕都差不多 怀了一两个月就会流产 就这样流了十次左右 后来到医院检查 她才发现自己的体质非常特殊 我很容易怀孕 同时也很容易流产 所以每次都保不住 有一次李宇柔 好不容易怀孕到三个月 去产检时 劝乏现世公外孕 最后只能做了人流手术 并切除了一侧疏卵管 切除了一侧疏卵管后 李宇柔变成了不孕体质 怎么都怀不上 便打算去美国找代孕妈妈 等一切准备妥当后 李宇柔却成功怀上了 可能是我的心理压力小了很多 自然就怀上了 刚开始确认自己怀孕时 李宇柔生怕孩子保不住 整天都是战战兢兢的 不但停止所有的工作专心养胎 更是把产检视为人生大事 每次都严阵以待 而每次产检的时候 医生都告诉他没有问题 最后他顺利生下了儿子 在儿子两三个月时 李宇柔发现他在许多方面 都跟其他小孩不一样 不会哭闹 非常适睡 喝奶喝水都比一般小孩要卖很多 后来他带儿子去医院检查 发现了他患上了罕见病AADC 患有这种病的孩子 最后只有两种死发 一种是在睡梦中血糖迅速降到铃儿死亡 另一种则是口水一直分泌 吃东西时被淹死 一般来说患有这种病的孩子活不过三岁 儿子被确诊的那一刻 李宇柔崩溃大哭 诡异的是 为他产检的医生听说后 竟然露出看好戏的开心表情 还兴奋地拍手说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开药 我知道要开什么药 我来开这个药给你试试看 言谈将还举了多起美国的案例 李宇柔后来才知道 这名医生正在进行AADC的研究 为了把自己的孩子当成研究对象 产检时他明明发现 孩子有可能患上这个病 却刻意隐瞒 最终导致李宇柔生下了小白鼠 在李宇柔的细心照料之下 孩子从被断缘活不过三岁 撑到了现在的十一岁 这些年间 李宇柔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直至是患上了抑郁症 多次尝试自杀 李宇柔含泪表示 现在照顾儿子是自己唯一的精神支柱 我已经想好了 儿子走我就跟着走 好在后来李宇柔还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由于担心女儿将来一个人照顾哥哥很辛苦 她从两年前就开始通过试管婴儿技术 想要再生一胎 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其实李宇柔的人生艰难 不光是体现在求子之路之上 她自己身世也是很凄凉 李宇柔静置登上增与节目之中 曝光了自己的身世 其实她的母亲是生父的小四 众多情人之一 而她是生父这段婚外情里面诞下的私生子 李宇柔说她在上幼儿园时 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不被祝福的生命 她的母亲和前夫原本生有三个子女 后来前夫过世了 她母亲独自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迫于生计只好去做了有钱男人的小四 李宇柔正是母亲和这个有钱男人的私生子 也是因为在这样的单亲环境下长大 李宇柔的成长过程缺乏温暖 她很少能见到生父 也被母亲警告不能将自己的身世说出去 李宇柔高一的时候 生父生了重病 在父亲泥流之际 她的母亲不顾一切地将她带去看望自己的生父 结果母女二人被原配痛打了一顿 无奈之下只好离开 后来李宇柔的生父过世了 葬礼上李宇柔想要见到生父最后一面 却免不了遭受众人的指指点点 更让她成为重视之底的是 生父拥有很多未婚生子 却只是将李宇柔这个女儿认下 但葬礼上的李宇柔将这些周遭的压力统统忍了下来 到葬礼的最后轮到李宇柔给生父上香时 原配的女儿李宇柔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抄起椅子就朝她身上打来 时隔多年李宇柔回忆起这一段依旧是不禁哽咽 看来这段经历对她的确伤害颇深 李宇柔不仅在父母这里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 她因为患有子宫宫颈闭所不全 求子之路也是异常的艰辛 可以说李宇柔在常人喊愈的波折中度过了前半生 据说一个人童年缺失的东西会在成年以后拼命弥补过来 李宇柔就是这样 无论如何希望她未来能够过得幸福 李宇柔不仅在一起